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万万没想到,完美演绎菊安思威这个词的竟然是美国恐怖片系列死神来了 隔壁恐怖片的反派,要么是变态,要么是鬼魂,要么是吸血鬼 感觉都还有应对之策 但万一你的仇人是死神 真是清情演绎,生活处处有惊喜 这得是什么人才能逃脱死神的魔掌呢 另外,死神来了这五部充满了串联的情节和角色 强烈推荐一口气看完五部 这不是吗,闪电就来给大家回顾这个经典之作 那么听故事之前,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哟 影片一开始,Alex和他的法语课同学们 准备乘坐180号航班前往巴黎,进行几天的校外旅行 Alex在常人看来是有点神经质的 出发前还特意让母亲留着行李条,说那样才会有好运 这两天,Alex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晚上睡觉阴风阵阵,闹钟里也不断闪烁着180的图案 出发当天在机场,更是有奇奇怪怪的人安慰他 死亡不是终点 就算上个厕所,里面还播放着约翰丹佛的歌 被注,这哥们就是坠机身亡的 好不容易熬到登机 看着油漆斑驳的机舱门,Alex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在座位上没多久,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飞机会在起飞后不久爆炸,所有人都会遇难 于是,Alex大吵大闹的又下飞机,最终他被机长赶下去 而同样下飞机的还有他的好友托德,死对头卡特和女友 老师陆顿,以及两位同学克莱尔和比利 众人骂骂咧咧的返回后机厅 他们当中除了克莱尔,没有人相信Alex 死对头卡特还因为无法跟女友去巴黎 跟Alex大打了一架 但就在飞机起飞后不久 飞机就在众人眼前炸成了碎片 包括Alex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吓得不知所措 事后,FBI探员对这7名幸存者仔细盘问 FBI当然不相信Alex的预言能力 但也问不出什么就只好放了大家 灾难过去不久 Alex等幸存者来到学校参加死者的纪念仪式 但就在当天夜里,不好的预感再一次向Alex袭来 落在他身上的纸片提示好友托德有危险 Alex急忙赶到托德家 太迟了,托德已经被自己家浴室里的晒衣绳 勒死在浴缸里 他的死被警方判定是自杀 Alex当然不相信 他说服了克莱尔一起溜进停尸间 这时,他们见到一名神秘的验尸官 验尸官说,你们摊上事了 肯定是那天你们下飞机打乱了死神的安排 死神不甘心,这会儿正针对你们逐个儿清理呢 Alex努力稳住情绪 他跟克莱尔分析验尸官的说法 打算看看死神的行动有没有什么规律 这时卡特又来了 再一次一言不合的跟Alex打了起来 卡特的女友本来就这两天心烦意乱 看到这场面转身离开 没想到挂路的时候被一辆公交车撞上 当晚,Alex看电视上的飞机调查结果 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死亡顺序跟飞机上的座位有关 如果这推断没错 那么下一个有危险的就是老师路顿 Alex本想来到老师家帮忙 但老师觉得 Alex这孩子吧本来就神神叨叨鬼鬼祟祟的 还是远离他一点比较好 于是他打电话叫来了FBI赶走他 FBI审讯漫天没有结果 只好放走Alex 但老师这边就相当不妙了 他的杯子突然裂开 杯中伏特加滴入他的电脑 电脑短路爆炸 一块电脑碎片就这么正好地插入了老师的喉咙 老师想要够桌子上的毛巾止血 结果毛巾掉下来 而桌子上的菜刀也跟着下来了 老师就这样被扎死了 不得不说死神的这个设计真的是严丝合缝 一个字绝 刚被放出来的Alex不顾危险冲进大火中想要救老师 但不但人没救出来 反而留下了一堆指纹 现在全世界都觉得是Alex杀了老师 Alex只能找到相信自己的克莱尔帮忙 一系列离奇的死亡 让克莱尔、比利和卡特都相信了这一切 他们开车带Alex离开 并认真商量如何逃离死神的追杀 路上卡特得知他就是下一个 之前还恐怖有力的他这时就开始绝望了 直接把车停在了火车轨道上企图自杀 等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后悔 但死神可不给他机会 把他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眼看火车就要来了 幸好Alex及时赶到救下卡特 卡特没死 死神第一次失手了 可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 及时的火车撞毁了汽车 而其中的一块汽车碎片 就不偏不倚的杀掉了在一旁的比利 不对啊 这顺序不一样啊 Alex分析 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干涉 让死神跳过卡特 杀了下一顺位比利 而比利之后的下一个人 就是Alex自己 为了自保 Alex把自己繁琐的一个森林小屋 对周围的一切物品都进行了防护 然而没多久 Alex突然想起 他曾经和两个女同学换个座位 那么下一个目标不是他 而是克莱尔 真是料事卢神了 克莱尔此时正在被一根高压电线追杀 高压电线像是活了一样 克莱尔跑到哪 哪里就会发生小型的爆炸 走投无路 克莱尔打算开车逃跑 等Alex赶来 正好看见克莱尔被困在车里 现在地上满是汽油 如果克莱尔开车 肯定会触电 但如果不开车 高压电迟早会追过来 会点燃地上的汽油 这是一个死局 眼看勤奋的高压电越来越努力 Alex稳住克莱尔 他说 与其我们同归于尽 不如用我的死换你一线生机 说完 他徒手抓住高压电线 克莱尔逃出 一声爆炸后 Alex倒在地上 幸好 一直追着他们的FBI 及时赶到把他们救走了 6个月后 克莱尔 卡特和伤势痊愈的Alex坐飞机去巴黎 继续他们之前未尽的旅行 在巴黎 三个人为战胜死神而干杯 突然 那熟悉的预知幻象再次向Alex来 糟糕 死神似乎又在向他们招手 卡特慌张地问 那下一个是谁呀 这时 一个掉落的霓虹灯牌回答了他的问题 死神来了系列的成功 离不开他的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导演黄艺瑜 他曾经说过 很多人经历过龙卷风 大地震 能大难不死 甚至毫发无伤 却也有人会离奇溺死在水微不及膝盖的浅钩旁 生命的坚韧与脆弱 是死神来了的灵感来源 该片一经面世 因为独特的构思和惊悚的日常情节 而受了广泛的关注 该片投资2000万美金 最终在全球获得了1.12亿美元的票房成绩 这部电影也成为黄艺瑜的人生转折点 180号航班失事一周的纪念日 大学生金柏利开车前往佛罗里达的海滩度假 刚开到高速入口 他突然进入了熟悉的预知幻象 他预感到 这条高速公路很快就会因为卡车上木头的脱落 引发连环车祸而杀死他在内的多数人 金柏利吓出一身冷汗 一个紧急停车 在他身后的人骂骂咧咧 这些人当中有重奖者 寡妇和儿子 生意人 尹君子 孕妇 老师和巡警 由于金柏利阻碍了交通 巡警下车查看 金柏利一通胡言乱语 但很快 巡警就和其他人一起目睹了连环车祸的发生 要不是巡警演技手快 金柏利也差点死在车祸中 事后 久违幸存者被带回警局 金柏利想起他在高速入口看到的180号公路路牌 再次联想起之前的180号航班失事 他怀疑他和其他人都跟上一步一样 受到死神的纠缠 果然 重奖者回到家 虽然侥幸躲过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甚至躲过了火灾 但他不小心踩到自己刚扔的意大利面而滑倒 从逃生梯上掉下来领了饭盒 重奖者之死 让金柏利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断 他在查找180号航班资料的时候 得知上一部卡特在巴黎身亡后不久 连男主艾利克斯也死于非命 现在 第一部幸存者只剩下一位 克莱尔 这毕竟是一个连僵尸都杀不死的人 这会儿的克莱尔很机智地 自愿住进精神病院 远离所有的危险物品 在四处都是软垫的房间里 过得滋润 金柏利找他帮忙 克莱尔虽然不愿意出身 但还是帮忙分析出 这次的死亡顺序和金柏利预知里的死亡顺序恰相反 克莱尔还提醒他要多注意预兆 果然 金柏利刚离开精神病院 立马就预见到一群鸽子会攻击他 联想到下一个受害者应该是寡妇母子 金柏利急忙赶过去 寡妇这边刚看完牙医 金柏利大喊要小心鸽子 但寡妇的儿子调皮 偏要去吓一下旁边的鸽子群 身中的钢滑玻璃松脱掉下来 大牢外回荡着寡妇的痛哭 死者接二连三 则让赶让克莱尔知道自己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他找到金柏利 大家第一站 就是拜访上一部中 首先提出死神概念的验尸观 验尸观说 只有新生命才能战胜死神 众人正琢磨着这话什么意思 金柏利突然想起 一开始那场车祸的幸存者中有一名孕妇 克莱 让他生下孩子 他们就能成功 为了保险起见 金柏利先召集所有幸存者 来到一间公寓躲避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的话 其中一位老师跟寡妇 一起不听话的离开了 两个人刚出门 寡妇的头就被卡在电梯口 看到这一切 老师再也不相信科学了 我的生死我做主 老师举枪自杀 没想到手枪怎么也用不了 克莱尔表示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死神杀人是有顺序的 没轮到你 你别插队行不行 于是 众人启程一起寻找孕妇 保护她的安全 路上 大家通过聊天发现 他们都曾经和180号 航班幸存者有过交集 而间接导致他们逃避了死亡 而被死神盯上 突然骑车爆胎 车子不受控制的冲进一座农场 一根管子戳进来 开车的生意人差一点就下线了 大家急忙下车 又一辆新闻车急驰而来 幸好尹君子上前一步 救下差点被撞的农场儿子 好不容易等到急救人员 没想到 他们意外激发安全气囊 反而导致刚才那管子戳穿了生意人 生意人手中香烟掉落 顺着露出的燃油引爆新闻车 引君子足 惨剧发生的太快 大家来不及悲伤 得到孕妇正在分娩的消息 大家急忙赶过去 终于有个好消息传来 大家慌慌张张的出进手术室 看到孕妇安然无恙 母子平安 大家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突然金百丽又想到 哎 好像孕妇也不是那个撤获的受害者 她压根就不是死神的目标 糟糕 推断有误 死神继续收割 同样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老师 由于氧气泄漏被炸死 同时带走了在身边的克莱尔 生化危机的女主就这样 在这一部戏里杀青了 绝望中 金伯利认为 自己也许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她二话不说 开车冲进河中 幸好巡警下水将金伯利救上岸 幻想中出现过的医生出现 救了金伯利一命 金伯利向死而生 死神的诅咒似乎解除了 日子归于平静 金伯利和巡警已经相爱 大家跟农场主一家野餐 庆祝打败死神 聊着聊着 金伯利这才知道 当时农场主儿子差点为壮 是被尹君子救了下来的 金伯利一听 他们无意间再次打乱了死神的安排 完了 BBQ了 死神不会放过他们的 果然 不远处烤肉的农场主儿子那边 传来了煤气泄漏 烤炉爆炸的声音 死神来了1大获成功 但不知道为啥 第二部从主演到导演 从剧本到配角全面大换血 几乎是全面抛卸了 第一部的所有主创人员 这种做法即使在好莱坞 也极其少见 果然上映后口碑不佳 票房也是一般般 没事啊 别慌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下一部 因为又请来了第一部导演 来扭转乾坤 高中生Wendy和男友 闺蜜和闺蜜的男友凯文 等其他同学在一所游乐园内 进行高中毕业前 最后一次校外活动 当他们准备乘坐 名为恶魔航班的过山车时 Wendy突然进入了预知幻象 预见到过山车会因为故障 发生脱轨 而杀死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乘客 Wendy从现实惊醒后 疯了似的哭着喊着要下车 和前几步一样 一部分有缘人也跟着一起下车了 其中就包括凯文 姐妹花 老学长 体育健将 以及一对哥特情侣 他们离开后不久 过山车就真的跟Wendy所预知的一样 竟然真的脱轨 全车人无一生还 其中还包括 当时坐在最前面的 Wendy的男友和闺蜜 这让Wendy和凯文都陷入了 沉重的悲痛之中 几星期后 Wendy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 她连高中的毕业典礼都无法参加 而另一边 凯文刚好调查到 六年前发生的180号航班失事事件 她觉得Wendy的预知 可能跟180事件有关 于是找到Wendy 想要一起解决这个死亡诅咒 Wendy听完凯文的分析后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凯文正是在捉弄她 生气的离开了 与此同时 幸存的姐妹花 去一家美容院做紫外线日光浴 他们没有理会 不能带饮料去做日光浴的规矩 把饮料放在了紫外线舱外 没过一会儿 冰冷的饮料杯就开始滴冷凝水 水滴漏进饮料杯下方的电源插座 插座短路 紫外线舱的温度开始不断上升 姐妹花刚察觉到这一切 Wendy这时候打来电话 又很不巧的把衣架震翻 倒下来的衣架 彻底把紫外线舱给卡住了 姐妹花动弹不得 结局嘛 我只能说外交里嫩 姐妹花的悲剧 让Wendy开始相信凯文的推论 她自己也开始查找180号航班 和第二部中告诉公路连环车祸的线索 她判定这次的死亡预兆来源于游乐场当晚拍下的照片 至于死亡顺序 则是他们在过山车时的座位号 于是Wendy与凯文合作 去拯救其他的幸存者 过程中差点被卡车撞 两人命大侥幸逃脱 但在他们车前面的老学长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Wendy后来拿出游乐园的照片一看 老学长的死亡方式正好对用照片中她后方出现的电风扇 看来死神又要动手了 Wendy和凯文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完体育馆 体育健将正在那里训练 健将自信心爆棚 没恐听她俩胡扯 继续训练 结果死于她最熟悉的器械 同样 死法在照片中也有所预示 而下一个是哥特情侣 Wendy赶紧赶过去救下了哥特男 但没能救下哥特女 她也领了盒饭 那么下一个是谁 Wendy仔细看了看照片 发现自己的妹妹也在那辆过山车上 那么下一个就是她了 妹妹此时正在小镇建立300周年的庆典现场 Wendy闻讯立马赶了过去 凯文正巧也在庆典上能保安 Wendy和凯文会合 还没说两句话 此时烟花表演开始 一匹马被巨响惊到冲了出去 缰绳正好缠住了妹妹 眼看妹妹被马拖行 幸好凯文当即立断斩断缰绳 不料又是一声烟花巨响 这匹马再次受惊飞奔起来 带着一根旗杆 干倒了妹妹身边的亚裔女 Wendy这才想起 亚裔女当时也是在过山车上 哎果然亚裔在哪都是小透明啊 下一个就是凯文 Wendy看过凯文的死法 所以很快就救下了 差点被煤气罐砸死的凯文 而最后一个人 那就是Wendy自己 之前死里逃生的哥特男 正式出现 不知感恩的他 居然把哥特女的死 拐到了Wendy身上 还颇为自信的说 死神已经跳过了他 他啥也不怕 这时 现场的烟火发射气倒了 所有的烟火冲着哥特男 一顿乱射 哥特男居然毫发无伤 哥特男这回彻底飘了 他感觉自己练就了不死之身 但下一秒 刚刚的烟火击中了高空作业台 平台倒下 简直就是一拍即合 哥特男下线 死神的杀戮到这会儿 终于告一段落 看似Wendy妹妹和凯文都逃出了死神的诅咒 五个月后 上了大学的Wendy坐上了一班180号地铁 这时 他又一次进入了预知幻象 惊醒后 他刚准备离开地铁 正好看见妹妹也上车了 结果他俩双双被留在了车上 Wendy跟妹妹说了自己的预感 妹妹安慰他没事 除非凯文也在车上 结果 转眼一看 凯文就真的在车上 完了 他们仨一个眼神就全明白了 三个人试图紧急停车 但这时车厢灯光变暗 紧急传来金属摩擦的声音 本集完 死神来了三 评价好于第二部 很多观众虽然觉得电影还是老谈装新酒 但制作上有所提升 票房最后也达到了1.17个亿 高于之前的两部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为了营造演员们更逼真的效果 导演一狠心真的把演员吊起来了 而安全索又不能记得太紧 以至于演员们真的产生了坠落的错觉 与其说是表演 不如说是他们求生本能的表现 而且片中的游乐场 梅当劳 不知道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吗 喜思极恐 看完之后 我好几年没敢去游乐园 大学生尼克陪着女友罗莉 女友的闺蜜和闺蜜的男朋友 来到赛车场观看比赛 尼克突然进入预知幻象 他预知到赛场会发生严重的车祸 造成年久失修的观众席坍塌 杀死有他在内的多数观众 回到现实的尼克惊恐万分 强烈要求大家跟他出去 坐在他前后的几名观众 也受到尼克的牵连 被轰出会场 这当中包括修理工及其女友 司机 主妇及其家人 和保安 众人刚离开观众席 那里果然发生了灾难 司机由于妻子被困 执意要回去救他 被保安阻止 这时 一个赛车的轮胎从赛场飞了出来 在尼克面前砸死了维修工 过了几天 经历了丧气之痛的司机 迁怒于阻止他回去的保安 于是他潜伏在保安家门口 准备纵火实施报复 但老天有眼 司机被自己的拖车链勾住 拖车不受控制的往前开 司机一路被拖 铁链与地面摩擦产生火花 这时拖车又那么正好地开始漏油 火花碰到油 就像是你爱上了闪电看剧 就是那么砰的一声 我都说到这里了 你还不快点点赞本视频顺手加个关注吗 司机的下线只是一个开端 第二天 主妇来到美容院做头发 完事后正要出门 被除草机所弹起的石头打死 连续有两个这么扯的死亡原因 让尼克深信 他们绝对是由于逃脱了赛场的厄运之后 被死神给盯上了 之前有过两次死亡预感的尼克发现 死亡顺序和他在赛场里预知幻象的顺序相同 但是可惜尼克现在有点记不清幻象里的细节了 那么这样死亡顺序也无法推测 没办法 尼克和罗莉只能故地重游 回到赛车场展开调查 在那里 他们巧遇了值班的保安 保安打开监控 众人这才得知 下一个死者将会是维修工 尼克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维修工 刚想提醒他小心为上 维修工的修理场就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导致他被气瓶撞死在围栏上 还来不及恐慌 赶紧要救下一个 尼克预感到下一个死者会跟水有关 发短信提醒闺蜜的男朋友千万要远离水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哥此时正好在泳池边 手机又正好被人打湿 没有看见尼克的短信 他正悠闲的晒着日光玉 手上的幸运币掉进水里 这预示着他要跟好运说拜拜了 闺蜜男朋友想要去打捞那枚幸运币 而泳池开始抽水 闺蜜男友就这样被死死抽在了水管上 同一时间 闺蜜的车在自动洗车库里被卡住 水就这样直直的往车里灌 看着简直窒息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绝望之际 又是罗莉及时赶到 在死神最后一击之前救下了闺蜜 不得不佩服导演对生活的观察能力 自动洗车这种机器 没看过电影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恐怖的 有同样想法的朋友们请在评论区里举手 按照顺序下一个死的会是保安 多年前由于保安久后驾驶 他的妻儿都因此丧命 于是对于死亡这件事保安看得很开 大不了就是跟妻儿团聚 甚至保安自己都多次试图自杀 他算是第一个冷静等待死神的 最后还嫌死神来得太慢 自己先上吊了 而罗莉和尼克及时赶到 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似乎他们救活了闺蜜之后 就打乱了死神的安排 所以应该可能也许大概 maybe没有人会死了 三个人不仅举杯庆祝 之后罗莉和闺蜜开心的去看电影 而尼克从新闻中得知 原先在赛车场 他前面还坐着一名牛仔 他也是一名幸存者 目前在医院里疗养 尼克明白了 保安没死不是因为死神放过了他们 而是因为还没有轮到他 死神的心思你别猜 那么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救下牛仔 但尼克他们最终还是迟了一步 牛仔一抬头 楼上灌满水的沉甸甸的浴缸 掉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头上 看来死神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 干掉牛仔之后 下一步就干掉了保安 尼克意识到 接下来要死的不是别人 正是在电影院里的罗莉和他的闺蜜 尼克和罗莉早已相爱 他拼了命的冲过去 电影院里果然是不省心 尼克救出罗莉 但他被电梯夹死 而不愿意出电影院的闺蜜 也死于电影院爆炸 尼克深吸一口气 啊 这竟然又是一场幻象 他立即按照刚才的场景展开救援 先来到电影院后面的工地 想要阻止影院爆炸 死神看不过去 把尼克的手钉在墙上 但主角光环加深的尼克灵光乍现 他拿出一根烧火棍 触发了旁边的火警报警器 洒水装置救下了所有人 避免一场灾难 而死神诅咒似乎也终于解开了 两星期后 尼克三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 他们再次聚集 在之前常去的咖啡馆 死于咖啡因中 尼克来的路上 曾经劝附近的建筑工人要小心 但工人并没有重视他的警告 三人这会儿聚在一起欢快交谈的时候 尼克突然从身边 发现了一系列相似的景象 他还注意到 桌上事先刻下了 他要来了 现在已经变成了 他在这里 尼克明白了 之前一连串的故事 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三个 同时出现的一个地方 这样可以方便死神一网打尽 果然在死神面前 一切努力都白搭 刚想到这里 建筑工人那边的平台开始坍塌 一辆路过的卡车为了躲避 撞入了咖啡店 把三个人带走 本集完 死神来了4 是这个系列中第一部3D制作的电影 票房也是全系列中最高的 达到了1.86个亿 后来发行的DVD版本 还有两个不同的隐藏结局 分别是 尼克因为没有看到电影院的预知幻象 而导致全院丧生 以及尼克为了萝莉和闺蜜 最终能活而选择自杀身亡 但是最终的那两个女生 还是没有逃过死神的制裁 一句话 惹了不该惹的死神 谁也别想跑 就这样我们一边吐槽一边过瘾 不知不觉来到了该系列的最终章 Final Destination 浴室职业公司的白领山姆和同事们前去参加 为期两天的野外培训 他们乘坐大巴车上了一座大桥 这时山姆突然进入了熟悉的预知幻象 他预知到 这座桥会因为施工在江上强风而坍塌 导致他在内的很多同事都丧命 除了一个人 就是他的女友莫莉得以生还 返回现实后 山姆发现周围的细节和预知中一模一样 慌乱之下山姆带着莫莉就下车了 而其他几位同事也跟着下车 他们是好友彼得及其女友 小黑 严静姐和游泥男 以及总经理 如同山姆所预知的那样 大桥瞬间坍塌 除了山姆一行人以外全员丧生 本次事故的受害者高达了87人 FBI探员也介入其中 不过最后只得出了事故不是人为的结论 看来嘴中张也还是老套路 那咱们就看看在这个大结局里 能不能有什么新花样 在死者的葬礼上 第二部出现的艳势官再度回归 他告诉山姆 死人不喜欢被欺骗 并提醒他们要小心行事 诶 这艳势官很可疑啊 不过山姆他们当时并没有理会他 各自重新开始生活 没过几天 身为体操选手的彼得的女朋友去体育馆练习 体育馆上方空调的一个钉子掉落在平衡木上 不过彼得的女友并没有踩中的钉子 诶 是死神失手了吗 下一秒 另一位体操选手踩中了钉子 吃痛而打翻了霉粉 霉粉随着地上的风扇吹散开来 迷住了彼得女友的视线 导致他从高低杠上跌下来摔死了 第二天 有逆男去一家华人按摩店做针灸 对说粤语的华裔按摩师相当不礼貌 我刚以为他要被华裔阿姨给捏死 但我们阿姨还是很善良的 给他体验了针灸服务 不过哦 死神虽迟弹道 掉落的烟灰点人了毛巾 吓得他从床上跌落 一阵混乱之后 他被火逼到床脚 这时头顶的佛像突然掉落 牛逆男就这样被砸死了 山姆一星人得到消息后抵达现场 他们再次遇见了艳尸官 艳尸官还是跟以前一样 说话云里雾里的 他表示这件事自己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如果他们想要再欺骗死神 那么就必须要用另一些人的命去换才行 同一时间 眼镜女来到一家诊所 她准备去做激光手术 医生发现眼镜女的文件不全 于是自己出去找文件 独留眼镜女一个人躺在手术室里 激光仪此时突然发生故障 开始照射出强大的激光 穿透她的眼镜和手 等山姆和茉莉赶到 眼镜女虽然及时逃离手术台 但还是不慎跌出窗外 谁在一辆车上身亡 山姆根据这几个人的死亡顺序 猜测出应该跟她的预知幻象有关 由此推测 小黑将是下一个死者 当天 小黑在工厂值班时 与另一名同事发生争执 小黑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 故意在争执中将同事推了出去 导致同事从头台上掉下去摔死了 这个一命换一命的策略竟然相当有效 这会儿 经理过来查看现场 一个扳手正好弹出去打死了经理 这说明小黑获得了同事的生命余额 被死神跳过去了 死神的名单现在就只性杀山姆和彼得了 这时山姆和莫莉正在吃饭 持续受女友之死影响 而精神崩溃的彼得突然走进来 这段时间她很不好受 她也试图杀死别人好让自己活着 但她始终下不去手 那些都是无辜的人不该死 彼得认为该死的是莫莉 凭什么她是那个幸存者 还能不被死神针对 说到这里 彼得突然举起枪 山姆带着莫莉到厨房躲避 这时FBI探员走进厨房想要制止这一切 没想到被彼得从身后偷袭枪杀 彼得这下子获得了探员的生命余额 但山姆和莫莉都看到彼得杀人了 彼得可不想好不容易获得生命值 就在监狱中度过 所以还要杀掉这两个人灭口 正当彼得拿起菜刀想要杀死莫莉时 山姆抢先一步刺死了彼得 并获得了彼得的生命值 山姆认为他成功了与莫莉兴奋相拥 两个星期后 山姆和莫莉坐上了一架班机准备前往巴黎 当他们就坐时 两名高中生突然打了起来 紧接着另外几名乘客也被一同赶下了飞机 这场景熟悉吗 没错 就是第一步的开头场景 老粉丝哭了吗 全都串起来了 山姆和莫莉留在了飞机上 结局已经很RO了 飞机引擎着火 机舱破损 莫莉直接被吸了出去 而山姆也在飞机的爆炸中葬身火海 与此同时 小黑在一间酒吧参加同事的追悼护卫时 从上司的口中得知之前替他去死的那个同事 其实早就患有脑动脉瘤 随时可能毙命 小黑心里一咯噔 完了 自己刚得到的一个生命也即将到期 这就意味着他也离死亡不远了 果不其然 山姆乘坐的180号航班从空中坠落 正好砸到小黑所在的酒吧 到此为止全员下线 全剧中 《死神来了5》作为最终章 结尾的时候 导演还不忘把前四部的死亡镜头整一个大合集 这里就不放出来了 一句话总结就是见一连血 而第五部的时间设定是在第一部之前 看着那几个被轰出去的高中生 回忆真是扑面而来 除此之外 特效非常的逼真 第五部被称为史上最佳3D恐怖电影 最后获得了1.57亿美元的票房成绩 名列系列电影中的第二位 总的来说《死神来了》系列由于其独特的角度而出名 最终也有点陷入自己这个独特的角度而难免落于俗套 总体的走向是典型的 阎王要人三更死 谁敢留过五更天 而导演也有意在每一部都设置一些不同的小惊喜 第一部的车库惊魂 电脑杀人等等小细节 第一次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处处是危机 之后的每个作品也都延续了《死神在身边》的这个设定 第二部高速公路连环车祸 大到大的场面够震撼 小到每个人物的死亡都绝对够惊悚 而第三部开头的过山车出轨 结尾地铁出轨首尾呼应 第四部给我留下了童年阴影的洗车房 每个点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正是让人细思极恐 第五部的结局以第一部相呼应 给这个系列完成了一个无限生死循环 再一次惊艳全场 也给整个系列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好了 本期关于《死神来了》的系列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欢迎在评论区跟闪电一起分享 给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呢 推荐闪电看剧解说过的 看完饥饿游戏四部 看完《与神同行》两部 和看完《寄日快乐》两部 也不要忘记关注闪电看剧的频道 打开更新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